李啟行 先生 下一位是李啟行 先生 主席 今天我們在談的 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裡面 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當局希望透過修訂 現今的法例 去打壓二次創作 即是我們所說的惡教 而今天我的基本的發言 也會聚焦在這個項目上 其實所謂的二次創作 只不過是一件現有的 作品是基本的 然後再加以改編或加工 去將一個新的意思 重新注入這件新的創作品上 我強調這件創作品 一定是新的創作品 換言之進行第二次 進行二次創作的人 必定是一件新創作品的原創者 而這件事 絕對不構成任何侵權行為 既然都說明了 不是侵權 為什麼還要修例呢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是怕了民意 政府根本就連本身 少少想收集民意的機會 都想去逃避 現在還想透過修例 連市民單方面發聲的機會 都加以監控或者打壓 企圖一方面維穩 網上言論環境 而另外一方面 就剝奪了基本法賦予 給香港市民應該有的言論自由 為什麼我會說維穩網上言論環境 都是其中一個修改這條例的目的呢 其實很簡單 在網站上面我們會看到 政府一些不得民心的政策 例如去年政改方案 又或者近期提捕 或者提捕機制 建制派的議員 甚至乎是由去年六月開始 政改方案通過之後的民主黨 都成為了市民進行第二創作 的一個頭顧對象 而這些二次創作作品 令到這個語文為敵的政府反感 所以他們想堵塞了這個創作空間 和應有的言論空間 我們的特首經常都說 要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但是現在偏偏就修例 去壓止市民的創作自由 收窄創意和言論自由 令到真是有心發展這個行業的人 是卻佈的 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你想一下 有沒有見過有一個政府 叫人多生孩子 但是又殺害 又說要剪醫療福利等等 等等才行 雖然你可能真的會想到一個 不知道是誰 二次創作呢 在今天的條例草案裏面 被當局打壓成為一個侵權行為 完全是說不通的 二次創作的人 是利用不同的媒體 包括文字圖片片段 甚至音樂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些只不過是一些非常普通 和大眾化 以為書法意見的工具 再說 有些中學和大專院校 更加將二次創作 加入其中的課程 作為必修的一個課頁 相信各位 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應該曾經被老師 叫你改詞 改詞 等等 其實整件事 講白一點 這條條例草案 根本就是想做到一個機會 被政府利用一個 維護版權的借口作為面具 再向二次創作人 踏上政治檢控的售購 多謝主席 謝謝 謝謝